8月10日 由美国加州客家会 洛杉矶听主口琴社 和尔湾爱乐口琴团主办的 口琴音乐夏令营 在洛杉矶桥教中心隆重开班 来自台湾的口琴大师李孝明 和口琴专家张绍琦 尔湾爱乐口琴团指导 于佩芳为近百位口琴爱好者 义务授克 洛杉矶听主口琴社成员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前会长陈时美主持会议 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主任陈敏勇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代表赵紫义 美国加州客家会会长黄敏鞠 听主口琴乐团创办人张立志 听主基金会副理事长刘嘉欣 美国客家会顾问罗音叶 和听主口琴乐团指挥宋创员等到场祝贺 来自台湾的口琴顶级专家 客家人李孝明 曾获德国世界口琴节亚军 亚太国际口琴节冠军等 多项世界口琴大赛佳绩 李孝明口琴乐会的演奏足迹 遍布美国 澳洲 亚洲 中国夺地 祝有口琴大权 民谣口琴演奏技巧等 口琴界指标书籍 所以今天交流口琴 分享的口琴不是只有一种 是有三种到四种 当然另外我也带了很多口琴过来 包括全世界最长最重最贵最小 通通带过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口琴 那因为在这边的话 我是受这个听主乐团的邀请 那所以在今天会用一整天的时间 跟大家在这边针对 每一种口琴的吹奏学习呢 大家一起来研究来共修 为其一天的口琴音乐夏令营 进行了复音口琴独奏训练 多孔韩法低音伴奏 半音节口琴入门 半音节口琴独奏训练 以及演奏技巧等课程 并通过演奏小白花 格塞克加赫舞曲 起义恩典等曲目练习 巩固所学 最后通过演奏高山清族曲 进行大合奏统一团练 并进行了复音独奏 半音节独奏 十孔独奏和大合奏等的成果展 口琴团在南加州 也是比较少的 在耳湾有一个 然后我们北边的这方面 是我们第一次成立来 目前非常踊跃 所以今天我们美国客家会 跟听竹基金会 也很荣幸能够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做一个文化的口琴方面的技巧 方面的交流 听竹口琴社是非盈利事业 听竹基金会下属的一个社团组织 由张立志老师于2021年3月24日创办 最初免费入目在线上课 并把录像上传到YouTube 供同学们随时参考学习 学生遍布美西美东台湾与中国大陆 疫情后2021年11月初 开始由在线教学转为户外实体上课 分成初级与中级两班上课学习 中级班由宋创源老师带领学习 并在洛杉矶东西区的尔湾 柔思密开设两个上课地点 于佩芳老师是尔湾爱乐口琴乐团的指导老师 口琴生涯于30年 每个星期六在尔湾公园 义务教学超过4年 台湾的青少年代表口琴专家 张绍琦获韩国世界口琴节 台湾口琴艺术节个人组冠军的多项殊荣 那我们每个月呢第一个第三个星期六 在洛杉矶这个high school旁边的公园练习 第二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 在Santa High的一个公园练习 我们大家都对口琴艺非常有兴趣 也希望洛杉矶爱好口琴的朋友 不管你是会的还是不会的 多欢迎你们来参加